豆霄何超莲大婚 三胎稳居C位 一身造型主打珍珠元素高贵优雅 身边旧妇大夫送千金出嫁 昨天早上 宾客才看见新婚小夫妻一身高贵礼服 妆容精致造型完整地在拍摄婚纱照 下午就看见豆霄满头大汗 穿着简单的黑T大短裤 亲自参与婚礼现场的搭建 和当地工人沟通 亲力亲为忙得满头大汗 今天真的嫁了 看豆霄认真的样子 这是爱情了吧 讲真 这一对是近年结婚的娱乐圈相关人士里 最有爱的一对 上一篇小编写了豆霄不是坠婿 何超莲嫁对了人 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好奇地问 为何何超莲在和吴克群的爱情里那么卑微 这是师叔说来话长 赌王家随便哪房的故事拿出来 都是可以讲个三天三夜的 还有小伙伴看到了何超莲和姐姐何超穷 参加活动的那张合照 感慨原来赌王最漂亮的两个女儿 关系那么好 怎么讲呢 赌王家四房太太 正房李婉华地位尊贵 二太蓝琼因手段高明 子女成器 四太梁安琪精力旺盛 争强好胜 只有三太陈婉珍是个低调心子 她的三个儿女相对也和其他各房兄弟姐妹 关系融洽 但一对相差29岁同父异母的富豪姐妹花 能毫无芥蒂地亲亲热热 这中间的草蛇灰线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 看来是时候翻一翻老故事了 从哪里讲起呢 要不就从何超穷生母三太陈婉珍和四太梁安琪 联手斗小五冯勇诗开始吧 一 去年年初何超莲参加了一档谈话节目 很罕见地聊起了一桩从未说过的家族密文 我爸爸是我妈妈的初恋 不是我妈去找我爸 是我爸先喜欢我妈 然后大太太给他们制造机会 她跟我妈说 希望你帮我照顾好她 我妈有抑郁症一直吃药 她以前老哭 说她把希望都放在我们身上 没有自己的人生 这段话信息量很大 首先时间点敏感 播出时 二太蓝琼英刚刚去世几天 三太陈婉珍和四太梁安琪安静如鸡 连网络哀悼都没有 其次提到的三个人 李婉华和何鸿燊都走了 只有陈婉珍在世 有些故事的细节自然发挥空间就大了很多 老爷喜欢 大方撮合 年轻又是初恋 哭泣 抑郁 伤感 绝望 这不就是古早琼瑶剧最爱的情节 三太李婉珍有一个庞大的家族 十一位兄弟姐妹中她排行第九 中学毕业后她念了护理专科 后来在任伯爵综合医院当护士 众所周知 陈婉珍是因为在正房李婉华身边做贴身护士 进入何鸿燊的事业 综合医院那么多的护士 为什么偏偏是她进了何家 那又不能少了她亲姐姐陈婉芳的戏份 陈婉芳 人送外号贵妇芳 她是二太兰琼英父亲收的干女儿 她前夫是赌王姐姐何婉文的小儿子 算是赌王外甥媳妇 因为这层复杂的裙带关系 陈婉珍被送进了何家 1973年 李婉华身患怪病 又经历了儿子去世的打击 身心俱疲 需要人贴身照顾 二太想来想去 找了干妹妹的亲妹来干这个活 主打就是 袁佩身边有自己的人 步步为营如二太 也有百密一书 袁佩生病前 也是协助赌王 拿下纺织品垄断生意的人物 她可不是任人宰割的傻白甜 丈夫在自己身心聚餐时 另取新欢 说她没有不满是不可能的 看到乖巧懂事的陈婉珍 又正好兰琼因远走加拿大 她心生一计 把她送到了赌王身边 陈婉珍也顺水推舟 将计就计 这中间 种种的处心积虑 断断不是何超连说的 那么的凄处可怜 老爷爱丫鬟 丫鬟也茫然 最触目惊心的一组数据是 何鸿燊和原配结婚时 陈婉珍还没有出生 何鸿燊娶蓝琼因时 陈婉珍才四岁 陈婉珍上位后 渡王给她买了两套大平层 每套房面积约210平米 当时花了800万 限值大概5500万港币 其他每房都是大别墅哦 三太这个条件 说起来是有点不如人 憋屈肯定是有的 陈婉珍后来住的别墅 是四太梁安琪帮她要的 一般女人遇到这种情况 肯定是一哭二闹三伤掉了 但陈婉珍没有 她很平静地接受了命运所有的安排 暗中积累筹码 二 陈婉珍1985年获得赌王的公开认可 刚生完大女儿七个月 四太梁安琪就进门了 梁安琪其人和陈婉珍可不是一个性格 TVB拍过一部《民怨望祖》 据说就是影射的何家 剧中老爷钟卓万是上世纪30年代 香港鼎鼎有名的大律师 和洋人分庭抗礼 投资地产商行住深宅大院 配司机保姆 她也有四方太太 韩玛丽饰演的大太太 是大家闺秀名门正统 她眼看着丈夫一个接一个的取进门 只能告诫自己做人要有容人之量 陈玉莲饰演的二太是前亲格格 气质超然知书达理 是不是让你一下子联想到了二太 蓝琼英军阀出身的背景 最牛就是老四 她出身贫苦 靠一身不服输的劲 逆袭成了京剧名诀 一身傲骨唯独为老爷折腰 几个戏骨把豪门府邸的爱恨情仇 演绎的丝丝入口 刘松仁掩活了这个外表西化 思想传统 内心风流的老男人 四太进门那场戏堪称经典 正方发话 要纳妾可以 不过规矩是规矩 只能从侧门进出 不可走正门 四太一言不发 目光如炬 不动身色 笑里藏刀 暗暗发誓 带我进门 有你们的好日子过 现实中 年轻精明的梁安琪 不把陈婉珍放在眼里 她凭借武技出众 抢走了赌王身边 社交厂商的位置 陈婉珍生完孩子后 获赠了越南赌场股份 四太促意大发 明令禁止所有人 参加三太家 何超云的周岁宴 大家还当真都不敢来了 说陈婉珍不慌乱 是不可能的 她只是审时夺势 做一个低调迎刃的女人 艰难赌王所有的疲惫与孤独 同时平衡各方关系 赌王八十大寿时 陈婉珍做了一场大戏 先是二太为赌王庆生 摆了一场二十桌的酒席 四太梁安琪马上也要摆酒 而且她还要摆五十桌 压倒所有人 陈婉珍呢 她选择摆十九桌 比二太少一桌 很重要 地点选在海上 压轴戏放在大房 李婉华府里 三房的两个女儿 就是看着这样的妈妈长大的 大房何超云和陈山聪恋爱时 整个人都呈现出了一种 为爱痴狂的气质 她造型乖张 品味成迷 离家出走 一去不回头 三太一气之下 停了她的信用卡 她还执迷不悟 直到男友摊牌 不愿意支付 两人昂贵的生活开支 她这才突然明白 这不是爱情 妹妹何超连 上一段和吴克群的关系里 她卑微 忍让 任小明星吴克群 把富家女王弄于鼓掌之间 眼看着吴克群 和别的辣妹搞暧昧 只要约会完 就会回到她身边就好 这些在感情里 做小伏地的潜意识 恐怕都和妈妈陈婉珍 对待赌王的方式分不开 即便千算万算 赔了小心 陈婉珍还是遇到了难题 巧了 那是另一个护士 邓永诗 三 2006年 85岁的何鸿生 再次因病入院 说起来 堂堂赌王也是悲催 坐拥5000亿资产 可缠绵病塌时 就是没个贴心人照顾她 何家上下商议认为 请护工最合适 因为陈婉珍懂护理 她来把关 一向强势的梁安琪 提出几点要求 长相平平 年龄30岁以上 不具威胁性 细心 体贴 任劳任怨 责任心强 在层层筛选之下 27岁的邓永诗 谎报年龄 凭借平平无奇的外表 和到位的专业能力 通过了陈婉珍的测试 拿下了这份工作 接下来 他贴身照顾赌王60天 改变命运的60天 邓永诗 邓永诗的日常工作 为照顾赌王的饮食起居 给赌王擦身子 服侍他上厕所 总之就是非常私密的接触了 而邓永诗的日薪 仅高达80万一天 那可是世纪初 娱乐圈的208万们 还在小学学拼音的年代 有钱能使鬼推磨 邓永诗对赌王软语温存 耐心体贴 几乎24小时守在赌王身边 在他过硬的专业能力加持下 赌王两个月顺利出院 原本以为这份工作结束了 可是事情大为不妙 出院后的何鸿燊 不管去哪里都要带着邓永诗 一开始邓永诗还穿着护士服 后来吃瓜群众发现 他的行头全部换成了 一线奢侈品牌 当媒体登出赌王在用餐完毕后 细心地为他戴上围巾的照片时 全程哗然 五泰出现了 得知这件事 最崩溃的就是三房和四房了 当时赌王的大部分产业 已经由二房儿女接手 三房孩子不算成器 四房的宰宰们都还小 一旦出现小五 对他们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但赌王对邓永诗非常依赖 看得很紧 陈婉珍和梁安琪胆子再大 也失出无名 直到2009年 机会来了 赌王再次生病入院 是因为在四台家摔了一跤 何鸿燊住院期间 陈婉珍和梁安琪就合力 把前来照顾的邓永诗 堵在了医院门口 当时邓永诗手握何鸿燊赠予他的四处物业 其中逃马第一个公寓就价值4500万 除此之外 再加上赌王平时送的各种珠宝 首饰和现金 加起来保守估计有一个亿 三太四太提出 给邓永诗两亿现金补偿 请他走人 同时四太派人查清邓永诗的底细 把他的感情关系一点点地透露给赌王听 两人软磨硬泡 赌王总算默认了这件事 by the way 四太派过去办事的人 现在已经在牢里了 恩威病失之下 邓永诗权衡利弊 拿钱走人 两个月后 他风光大驾 对象是分手多时的初恋男友 金钱的魔力啊 能让人心甘情愿 陪在一个85岁老人身边 也能让人浪子回头 重新和分手的女人如胶似漆 何鸿燊这个人 的确不爱而慷慨 四 小五风波平息后 各方意识到 老父亲恐怕神志已经不太清楚了 必须要把他的财政大权夺过来 以四房二房 视如水火的关系 三房必然成了中间人 陈婉珍带着儿女们 天天去探望赌王 何超云和何超连 每天定点到父亲病房报到 情意绵绵安抚老人家 三泰负责出镜应对记者 一个月内 三泰拿到了核心企业 奥鱼15.81%的股份 在当时的市值就高达67亿 比四泰多10亿 2014年 三泰以11亿美元的身价 挤身香港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第46位 更妙的是 三泰拿到钱后 投资了一大部分到四泰的酒店里 巧妙转移了焦点 化解了财产分配的危机 赌王去世后 三泰遇到了一次危机 他担任航空公司高层的妹妹 被曝介入他人家庭 且南方因为独职被判入狱 好事者都在等着看二房如何 裁这三房 谁知 陈婉珍主动把所有航空公司股份 转让给大家姐何超穷 并且让妹妹引就辞职 伸手不打笑脸人 陈婉珍算是身得中庸之道的精髓了 这些年 他身居简出 衣着随意 素面朝天 和女儿们吃饭也会选择路边摊 近日 何超连大婚 杜王家 其他的各房军委出席 巴厘岛仅仅招待至亲父母 媒体和朋友 这应该也是因三泰要求 低调了一辈子 但八面玲珑左右逢源 无论是隔岸关火的冷静 还是减缺减漏的本领 三泰陈婉珍都不差半分 她一直都很满意逗笑这个女婿 称喜欢她温吞的性格 何超连和逗笑 遇见对方都是彼此的幸运 祝二位百年好和 天上的赌王应该也想说一句 女儿 恭喜你啊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